首先一样我们用等于VLOOKUP 然后TAP键 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它这边有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第四个参数 我现在要查询的是 是不是这一个值 这个值叫做订单ID 好所以 有标要选这一个 逗号 接下来我要用 退货3 对不对 那个范围 所以退货3 记得 真的 当你打退货 这边你就可以上下去选 TAP键 好逗号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选择 那一栏就是在第二栏 这个Column Index Number 就是我要选哪一栏 我要选第二栏 你没有必要刻意再放那个订单ID 好逗号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 Range Lookup Range Lookup 就是去设定说 它到底是一模一样 还是大约一样 那我通常我都是要去找订单ID 完全相符合 好 点选到 Fail Fails 对不起 False 好 TAP键 右刮骨 AQ 请问一下这些仅NA就代表说它找不到 因为找不到 然后就会产生错误 那这个错误它叫仅N斜线A 好 所以我觉得我先教这个评估值公式 好 你方便以后我们再也许你会问我问题 我就会告诉你说我们错在什么地方 这个评估值公式会告诉我们 好 请点评估值公式 那接下来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是我刚刚打的公式 好 然后接下来它就一个一个来去搜寻 呈现给我看 当我点这个评估值 点下去 就等一下这边会换哦 好 点下去 你看它变成说 它这一格所对应到的是那个订单 叫做IN2020-063-178这一笔订单 然后评估值点一下 它就会告诉我说 我现在那个是不是用退货3 退货3所指的那个Table 那个范围呢 是指退货A2到B787 请注意哦 然后接下来评估值点下去 它就说 它就说这个仅N写线A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不是要 如果找到它就要呈现第二笔 第二栏的那个4 对不对 就是刚刚退货那边不是有两栏 一栏是订单ID一栏是4 结果现在这个评估值出现什么 仅N斜线A 这代表找不到嘛 找不到它就不知道要呈现什么 好 这样可以了解哦 评估值公式很重要 好了 所以通常我会再做一个修改 我会把那些找不到的用空值呈现 所以再加写 加写 写什么呢 if error 我会透过用if error来去加写 就是说 if error就是如果找到 它当然就找到 如果找不到 它就放空值 所以if error tap键 好 这边是value 好 就是找到的时候 那找不到呢 两栏两栏又挖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放说找不到的时候 可以吗 这边是放找得到 这边是放找不到 所以if error真的很好用哦 enter 好了 这边 这边这个蓝1 我就要改成叫做什么 退货 好 enter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